坑坑巴巴 骑车宛如坐船摇晃影响上班通勤的安全 来看到新竹线关西镇争取到800万元 改善龙潭道16张的道路品质 竹六九线仁安段已经是完成铺平和划线了 却因为高原交流道的开通造成堵塞影响了居民进出 狭窄产业道路改建的竹六十九线仁安段 是不少关西镇民往龙潭上班的通勤道路 由于坡度大 重车压过容易损坏 坑坑巴巴影响安全 县政府多年前纳入自行车道路线 也着重改善路面品质 这条路本来就以前是坑坑洞洞 然后居民上下班真的很不方便 骑车好像坐船一样 今年把它铺好了 铺好我觉得我好感激 交流处争取到我们教育部体建署的 有个自行车道总经费是800万 那整个这个部分从龙潭一直未来到16张 有个自行车道的部分 那去年年底先坐仁安 就从台山线一直到龙潭这一节的重铺 让我们整个路面都改善 约三公里道路重铺薄油画上标线 让民众能骑着自行车欣赏美景 上坡路边还能看到仁安专窑 诉说过去产业历史 还有大烟囱矗立在草原上 视野开阔 附近又有黄洁步道与水母娘娘庙 是在地人私房秘境 只是高原交流道开通后 这里就成为联络交流道的替代道路 衍生大量车流 路口回渡 每到假日 居民都难以进出家门 怨声载道 因为高原交流道的开通 反而使得这条道路 变成说假日是一个塞车的道路 对我们自行车 未来的一个推广 有更大的一个阻碍 早上是往关西的地方拥塞 下午的话就是反方向 要往龙潭的地方 那个高原交流道 那个轰烈灯也是相当的拥塞 在假日的时段 从早上八点度 游的时候可以直接塞到中午 这个车流量都几乎停滞的 路窄汇车不易 再加上坡道有1.5公里长 去年底就发生大车刹车不及 擦撞翻倒 压倒多处防射的事故 明代也向县府中央反映 要办理会刊 改善路口耗制与交通安全